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梦想开始的地方 还有一天 中国戏曲学院京剧表演专业就要出事了 按照惯例 前一天所有考生都要与琴师和音 今年中国戏曲学院京剧表演专业 共有一百五十人报名 最后要招收五十人 你们都是上午的事吗 在现场记录的我们被一些考生的扎实功底感染 可接下来的这个小女孩却引起我们更多关注 我们发现她几次和音却始终跟不上节奏 京剧专业跟其他专业不同 因为博大精神 考生都是从小学系才高考这所戏曲行里的最高学府 可这个小女孩连节奏都找不到 怎么有勇气站在这个考场呢 我这是第一次跟下 第一次跟上 从来没跟过 从来没跟过 第一次 第一次跟下 这样第一次 就感觉有时找着 有时能找着 有时能找不到 母女俩的回答 这够纳闷了 学京剧的人 怎么会对金湖陌生 带着好奇 我们聊得起来 小女孩叫马雨琪 十五岁来自河北农村 今年抱好京剧表演的舞弹专业 女孩的妈妈告诉我们 为了考试 她们一星期前就来到北京 还专门在附近租了房 我们提出想到家里拜访一下 母女俩爽快地答应了 谢谢 老师这是第一次出来陪学生考试吗 对 到家后 没想到马雨琪的老师也在 刘一波是马雨琪的基本功老师 这次是专门从学校请假 陪孩子考试的 因为我在她可能心定一点 也说她希望我过来陪她考试 所以说我就请假过来陪她考完一试 我就回去 眼前这个小房间就是马雨琪母女的住所 为了考试她们临时租了半个月 我们打量了一下 这里大概只有十二三平米 杨两就挤在这张窄窄的床上 马雨琪的妈妈还在隔壁为刘一波老师也租了一间 而刘一波之所以专门从河北赶过来是因为马雨琪是她的得意门生 我看中的孩子她比较专业那个 喜欢这个 她非常执着 喜欢这一天 为何如此勤奋 确定节奏都找不到 我们跟马雨琪妈妈聊了起来 原来马雨琪学京剧才两年 之前一直学习河北邦子 童年的马雨琪就活泼好动 那时只要村里来了戏班 她就嚷着去看 回来还学着唱 戏看多了 她开始缠着妈妈又学戏 看到孩子这么喜欢戏曲 妈妈就把八岁的马雨琪送到了宝丁一校 专攻河北邦子老调 而那时老师就发现 雨琪的基本功非常扎实 上学时 她就凭借包公初试老调 荣获了第十二届中国少儿戏曲小梅花大赛 河北省赢奖 女仲物 是 十二届中国少儿戏曲小梅花大赛 小梅花大赛河北省选拔在特别奖 2010年 又代表学校参加了第14届 中国少儿戏曲小梅花大赛 并获得赢奖 妈妈没想到女儿能有这么大出息 宝丁艺校毕业后 又把马与琪送进了石家庄艺校继续学系 马与琪身段出色 但声音条件一般 在老师建议下 他改学了京剧五大 五大对基本功要求非常高 而这正是马与琪的最大优势 所以一看他 看这个自身条件适合学五大 也就是咱们就把它分到五大行当里 他就说他四肢腰腿都比较灵活一点 然后你要说他学轻硬的嗓子嘛 差点 可转行两年来 玉琪一直装弓身段 却忽视了唱腔训练 也从未跟琴师合作 这就难怪他在回兵现场跟不上节奏了 可唱腔对于所有考生来说 是出事必须要败过去的门槛 和音不顺利的马与琪很沮丧 刘一波担心这会影响性 他带着马与琪回到中国信职学院 找靠努力 让他专门练习自己的长相 基本功 以找别自信 好晕 不是很累 就是鼻子老刘鼻涕感冒的 前两天发烧了 就前两天 刚好 我妈也发烧了 你妈也发烧了 就让火了 没为了我的事 压力挺大的 这段表演是经济护家庄中护三娘的一段 这是马与琪专门为三十准备的剧目 马与琪基本功扎实 可非练着这一身本事 小姑娘吃了不少 最厉害的一次 就是小姑娘下来 然后那是参加小妹花的时候 扬西瓜戒 然后就从上面翻下来 穿的是那种舞蹈鞋 特别软 然后下来的时候没踩到变 摆了 摆了那时都快 已经开始快参赛了 然后就坚持着就参赛了 其实是说起来说 真的挺心疼的孩子 一开始没想到能练这一行 能这么苦 但是现在怎么说既然走这么长路了 怎么接着得走画个圆满句号 在家他自己挺爱好 确实看起来真的挺苦的 马与琪 父亲在大连当兵 母亲自己照顾孩子 马与琪一年的学费是四千元 再加上生活费 每年开销一半 而父母这么多年来 为自己花的钱 花费的心思 小小年纪的马与琪 一直都记在心里 心里就想要好好练好好练 好好学 为什么 因为父母这么努力 他也是为了我吗 我要不努力 就自己心里 多年学习吃的苦 明天就到了检验时刻 站在梦寐以求的最高学府 问题的马与琪 能敲开中国戏曲学院的大门吗 因为今天的专业 一是马与琪 我们和马与琪他们早早就来到学校 上午八点半 作为第一组考生 马与琪 而考试的第一项就是唱腔 他能发挥好吗 我们也替他捏了一把汗 好 我是零零一号学生 然后我是我的名字叫马与琪 护散烈 食材状定来报 送见大铃人马 小铃人马 马与其最担心的唱腔终于考完了 看得出来他非常紧张 考官能认可他吗 而接下来要考的 就是马与其的长相 基本功 走 我能把链给撩开 进去看看 挺好的 挺好的 超超发挥吗 超超发挥 OK 超超发挥 穿衣服来 超超发挥 下次来看来就 就太不好了 那么多老师看了 我特严肃 后来严肃 我严肃太大了 然后发挥 看得出来今天马与其的基本功发挥得很好 可我们和他一样还是很担心唱腔的问题 两天后就要放榜了 此刻刘一波也离开了北京 马与其能够进入富士吗 感觉它好像是一条隧道 然后越走越亮 越走越亮 好像前面还有更好的东西 当中我还会更想 你们的需要 找到最好 会开出勇敢的花 感觉它能够进入富士 有什么样的 肯定挺 你行吗 还行 觉得自己进富士的几率不大 百分之六七十吧 百分之六七十 我说这一试 他说富士 我说去初试 初试的百分之八九十 一会儿就过来 十多分钟就过来贴房 这儿贴一个大伙 你几号发货 127 这是不是贴金秒 老师你现在是贴金秒 对 有我 不用看了 第一个 看上了吗 第一个 第一个都写出 马与其顺利通过衣室 今天来 我们共同担心的长枪 最终又没有成为考试的障碍 兴奋的名誉 两半的测试手续 赶紧拨并得马与其画画的电话 喂 爸爸 衣室破了 知道了 剩下的全是尖子 就害怕了 害怕了 整个经济系报的一百五十名 一百五十多 大概吧 就是一百五十多 那第一试能下多少个 第一试五十五十个 出试通过 下午就要考复试了 内容是戏曲理论比试和试唱练乱 而刚闯过唱枪门槛的 马与其告诉我们 自己平时苦于练功 阅历知识却相当薄弱 这让我们又替他担心起来 现在抱歉 嗯 抱歉 对 别多说话 知道吧 礼貌点 副氏要求家长不能进入考场 但马与其的妈妈特别担心女儿 她悄悄混入考生队伍 走进了考试楼 六十三号之后 她不紧张 那我不紧了,你老说了 不紧了 别搞事 我让她吃 她不紧了 没事 你别搞事 下午一点半考试开始,马与琪进入考场,而守候在考场外的妈妈却被考官发现,让她离开考场 你必须不把他放在这儿,你必须不想开心 你必须不想开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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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必须不想开心 你必须不想开心 你必须不想开心 谢谢 邪子雅 其实,母亲宁可犯规矩也要进入考场 是因为她心里有对女儿的一份歉疚 马雨琪八岁就被送去学习 很多演出母亲都没有陪伴在身边 而更多日子 马雨琪都是在独自成长 在女儿人生的关键时刻 她希望自己能寸步不离女儿 这么多年 我头一次这么多 这一个多礼拜陪她 我说实在以前从来没有干嘛过 这才知道一天天的 她多不容易 就实在 一个小时后 马雨琪完成了腹试 可很浓显 孩子的情绪非常利用 腹试打题有一些小题能打上去 一开始是十个小题 一个一份 差不多有五个 有一个被打上来 应该是四十个 什么题 一个就是分析 然后分析 然后再一个就是 经济里边的五法是什么 我知道 还有那个文场 解释一下文场是什么 你也解释了 在生下的还有什么 剩下的就是一个一个小题 十个小题 你感觉有五个写不对 那五个对的 六个不对 因为她学的时候 没重视这一方面 不知道是不是要考这块 不知道 再说她平时 她也不学着五大 也不重视这方面 这怎么办 你说 你说 这弄得烤的 什么也不会 别着急 马与其的副试 烤得很不好 这让她的妈妈 心里仿佛压了一块石头 她让我们带马与其 去吃饭 而自己留在出租屋里 是不是以前也没有经历过 这么样的时候 是吧 没有 这第一次 第一次这样 第一次这样 嗯 以前都是无忧无虑的 从来没这样 从来也没想过很多 从来也没想过很多 从来也没想过 现在想过吗 现在想过 想的啥呢 之前过不去怎么办 怎么办呀 看着真的 这个过不去 对啊 一次大考 我们看到了 马与其的紧张 自信 失落 而更多的是一份成长 为了实现 中国戏曲学院梦想 十五岁的马与其 早就自学了 全部高中课程 她在全力以赴 为自己的梦想打拼 两天后 马与其能顺利上榜吗 背水一战 台风五孩二度附近 追逐金剧梦 连连失令 梦想开始的地方 为您讲述 廖嘉妮的一考之路 这不要了吗 今天就三张吗 不是四张吗 就三张 二十六下午 今天下午 十点到十一点 一小时交配啊 没有没有 来老家让开 你让我拉一件 没有 看好了吗 没有 看好了 我 四十多人吗 没有 晚上就进三十 四十 学这么多年 二十刷现在 最终 马与其因鄙视失利 落榜中国戏曲学院副始 为三世准备的唱段 胡三娘 虽然练习已久 现在却拍不成用场 小女孩 第一次沉默了 幸运不甘心 不甘心 起码给你一个展示的机会 对 她要是看看我 你再刷我 我行不行 你再刷我也行 直接上十业中 好嘞 没事 为什么没一年 明年咱接着再考 马与其曾经跟我们说过 自己十年学习 最大的梦想 就是考进中国戏曲学院 今年虽然没考上 但她积累了经验 回去后要苦练唱腔 苦学理论知识 明年 她还要来考中国戏曲学院 明年还来吗 好 开来考试 喜欢这儿吗 喜欢 就是感觉它 好像是一条隧道 然后越走越亮 越走越亮 好像前面还有更好的东西 等着我了 就所以就想 明弟兄 找到最好 会开出勇敢的花 可以早一辈的时光 闭上眼睛 闻到一重奋放 就像好好睡了一夜 直到天亮 又能变走着 变恨着歌 用轻快的步伐 最终想 不会明显 感到过来